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11月14日星期四 关于制造假新闻 煽动中港两地对立和仇恨的《环球时报》和胡锡进 党媒党编 他们终于踢到了墙板 这两天《环球时报》制造了一个大新闻 标题叫《紧急关注》 内地声被困港中大 《环球时报》记者亲历救援 胡锡进致敬 在这个大标题下 显得《环球时报》好像在救人 内地声好像呼救 要撤离香港中文大学 最后被说撤离到深圳 然后还有中共共青团在这里安排了接待战 予以所谓慰问和关怀等等 显示这个所谓党赌制的作用 但是这些内地声现在出来揭露真相 而且谴责《环球时报》 怒责胡锡进 谴责这个报道的记者 要求他们撤稿 原因是这个记者还对自己辩解 说先不要批评我 说我多找点撤退你们 但是内地声坚持要求他撤稿 首先并不是所有的内地声都要撤离香港 或撤离香港中文大学 可能有部分需要 现在显然不是撤离 而是被撤离 这个是所谓党组织的安排 党媒党组织团组织的强行的安排 所谓党领导一切 要求他们怎样就怎样 另外最重要的是内地声录着这个媒体 《环球时报》和胡锡进和这些记者说 为什么不报道校方的大力的协调支持 为什么不报道学长学姐的无私奉献 为什么不报道香港同学的关心和帮助 还有为什么不报道学间工友和院长的这些关怀和安慰 所以完全是片面的报道 也就是说实际上内地声所说的就是 香港中文大学从管理层到学间还有这些服务人员 还有同学对他们都非常关照非常好 并不是《环球时报》所描述的那种紧急状况 所以要求撤稿的时候 《环球时报》没有撤稿的时候 内地的学生还说了一句话 反无良媒体互真相 显然这些内地的中国学生在香港经手了民主和自由的洗礼 已经明白了很多的道理 无良媒体和真相 这都是香港民众的普遍的说法 所以《环球时报》被内地学生 中国的内地学生定义为无良媒体 要真相就是《环球时报》一直在造谣 一直在挑拨内奸 制造内地 制造对立和仇恨 所以内地学生发出了这些谴责之后 胡锡进被网民称为胡编的胡锡进慌了 他也发表了一个所谓微博 在说内地学生要留下还是撤离 要他们自己判断 然后不得不承认香港社会并没有失控 还说只有一例内地生被打的事件 然后暂无其他事例发生 也就是说那么多的中国内地学生在香港 香港都进入第六个月的大抗争 被中共描述成是一团漆黑 但是只有一例内地学生发生了这个争执事件 事实上都知道 不管在香港还是在台湾 如果说是留香港的内地生或者留学台湾的路生 如果没有去破坏连笼墙 没有去对抗当地的学生 你根本没有什么安全担心 所发生的冲突都是有中国学生在台湾也好 在香港也好去撕别人的连笼墙 破坏当地的民主与法治 所破坏多元化的社会 所保障的言论自由 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些冲突 所以胡锡进不得不承认这个真相 可以说显示环球时报在五六个月的报道中大量的造谣做假新闻 所以现在连内地的学生都已经无法忍受 所以这个可以说是进一步的揭示了这个真相 另外 环球时报关于大肆轩然的 所谓在11月11日警察早上开枪之后 下部有发生的烧人事件在马鞍山车站附近 现在越来越多的网民对这个发出了质疑 不光是香港的网民 还有内地的网民都发出了质疑 即便是看到中共自己所发放的视频 都觉得这个烧人事件可疑 因为当时是一个绿衣汉子 首先 环球时报等照着假媒体说这是个老人 实际上是个中年汉子 身强力壮 绿衣汉子跟黑衣人发生了口角争执 争执之后 黑衣人走开 但是绿衣汉子不断的追击黑衣人 拉黑衣人的衣衫 最后追到了马鞍山人行天桥上 突然有人向他泼了不明液体 然后点火 烧着这个人自行的脱掉衣服 拍袭了火苗 持着上升 精神抖手 绳智清醒的走下手扶梯去地铁站 这里的疑问就在于两点 如果说泼的是汽油或者是酒精这一类 那这个人可以说不是烧死 就是重伤 当场就会倒下 第二 究竟泼了什么 为什么这个人一没有灭火器 二没有任何的灭火射杯 没有任何人的帮助 就能自行灭火 然后人无视 完全神智清醒 脚不见了 就可以自己行走 使消防队员追上他 怎么能送医院 究竟中共党媒说一级烧伤 二级烧伤 究竟有没有医学报告 完全不得而知 而且谁破了所谓不明液体 完全不得而知 警方那么神通到处抓人 又抓住了这个青年 抓住了那个少女等等 压在街上 为什么这么重大的案件就抓不住人呢 这个疑问就来了 就跟这个亲共议员何君尧说 当街遇刺是自导自演一样 已经穿帮 这种在马儿山这个烧人事件也有可能是自导自演 因为在拍摄电影的时候大家都知道 拍摄电影有一种技巧 就是排人制焚或者是被烧死 他们有一种特殊的液体 然后特殊的一种火焰的方式 但是制造燃烧的画面 却不会伤到这个本人 然后这个本人就可以把这个火种灭掉 所以这电影经常用的手法 说中共是惯于表演 中共的特工 地下党更是惯于表演 不排除的一种可能 又是一场自导自演 不管是绿衣汉子 还是旁边给他泼不明液体点火的人 都可能是中共的自己人 然后故意去挑衅黑衣人 去纠缠黑衣人 然后点了这个火 想来激起港人的民怨 或者更多的是激起中国内地的仇恨和对立 所以在内地的互联网上什么都不开放 唯独就开放 对这两件事情的议论纷纷 一个就是对什么有人点火烧人了 不得了了 恐怖分子了 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直播几秒钟的交通警 抱着一个青年男子摟住人家的脖子 然后就说有人要多枪了 然后警察就乱射了等等 然后多枪 然后警察自卫了等等 就这两个在中国的互联网上流行 但是很多关于香港的报道不仅是片面报道 不仅是抹黑报道 而且下面屏蔽了这个评论功能 甚至一些少女被抓捕 自己到处都称暴徒 这个被轮件的少女也是暴徒 任何被抓捕的青年都是暴徒 甚至是十多岁的孩子都是暴徒 现在有人发布相片 全副武装的警察押着一个纯洁无瑕的少女 然后就在旁边说 这就是所谓的香港暴徒吗 你们相信这个少女就是暴徒吗 所以这就是中共媒体 党媒一贯的抹黑手法 煽动仇恨 煽动对立 实际上是另一种暴徒 语言暴徒 精神上的暴徒 胡锡进本人口口声声把香港的抗争者是暴徒 胡锡进和他们的记者和党媒以及他们背后的主使王胡宁等人 是精神上的暴徒 语言暴徒 语言暴徒 一直在从事着思想上的暴徒活动 那么现在实际上越来越多的人出来讲真相 中国人都在觉悟 比如说在南昌 有一位大学的教师在微博上发了一个言论 两句话 他叫牛杰 他说所谓暴徒 讲香港 所谓暴徒都是一些孩子 他们并没有整死人 就这一句话 结果受到举报了 受到网民中的特务举报 举报了之后 南昌这所大学 大概叫航空航天大学 就发表了一个声明 说要对教师严肃处理 说是本校文学院的教师牛杰 你怎么严肃处理 教师有没有起码的言论自由 这句话犯了谁 共产党是管头管脚 什么都要管 最后人家是说一句话你都要管 还要严肃处理 所以在中国这个大地上 十三亿人也好 十四亿人也好 没有任何的自由 也没有任何的安全感 你说话有人举报 然后你说话有人要处理你 你完全不是一个自由人 这在其他国家 绝大多数的国家简直非翼所思 所以实际上这位教授讲了真话 这个真话就是什么 被抓的大多数是年轻人 青年 甚至少年 甚至最小的11岁 然后警察没有一个人死亡 我说过也几乎没有重伤 然后轻伤而已 就在口口声声说人民是暴徒 而死伤的都是人民 那么最近又有新的一例 昨天爆发新的一例 又有一位青年坠楼 又是黑衣人 又说是高楼坠下 警察有结论就是高楼坠亡 究竟是怎么坠亡的 是坠亡还是被坠亡 自杀还是被自杀 这已经是香港抗争五个队进入六个队以来 一百多起自杀事件的又一起 大多数都被宣布为自杀 实际上是被自杀 但是我没有听到一个警察自杀 没有一个官员自杀 那如果是民众那么狠 也可以给他们推下去 制造一个被自杀 没有 没有这样的事情 所以口口声声讲暴徒 暴徒究竟在哪里呢 内地的学生只有一起跟人发生了冲突 胡锡进都承认了 那么多内地学生 几千人不止吧 上万的内地学生吧 怎么样呢 这么久没有任何人被打 还受到那么多的关爱 爱护 安慰 受到香港学生 所以内地学生接回来 反而让《环球时报》的谣言穿帮 实际上现在中国人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讲真话了 现在包括经济形势 就像朱荣基的儿子朱云来就出来讲真话了 他说 印制钞票无助于让中国摆脱经济危机的泥毯 还说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 他说的这段话是在《财经》杂志举行的一个年会上所说的 朱云来说的话就对应了美国总统的两句话 美国总统说习近平当局摆脱经济危机 中美贸易战开打以来 美国经济是强劲增长 而中国经济节败退 不是增长 而是负增长 宣称6%不存在 甚至是复数 中国经济学家这么说 美国总统也这么说 都有他们的根据和情报来源 在这样的情况下 川普说过 中国政府就是靠印钞票来应付危机 印钞票一个是让人民币贬值来平衡进出口 再一个就是制造通货膨胀 物价上涨来应付危局 这样的措施显然是短视行为 另外川普也说了一句话 说美中谈判的最关键就是要求中共进行结构性改革 所以前总理朱镕基的长子朱云来说这句话是跟美国总统的话完全呼应的 也就是说不仅国际上有这样的要求和揭穿中共的经济谎言 而内部也有这样的要求和揭穿这样的经济谎言 联想到因为前总理朱镕基曾经在他任内 专门在一个中港两地的人事上说过很重的话 说中央政府一定会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 说任何人都不能够损害香港 说中央政府不会 所以说任何人搞坏的香港就是千古罪人 所以今天的形势就证明了习近平 王沪宁等人是千古罪人 而且在北戴河会议上据传放了一句重话 他说是面对香港局势 他说谁要动我谁去动 反正我是不赞成 在十一的时候 所有政治老人登上天安门城楼 唯独前总理朱镕基缺席 朱镕基不仅缺席了天安门城楼的阅宾室 而且缺席了头一天人民大会堂所举行的招待会 那个招待会两任前总书记也缺席 江泽民和胡锦涛也缺席 所以这就是对习近平的一个不满 蔑视 所以朱镕基可以说是最有相对所来 在中共内部最有气节或者有一定风骨的人 所以对习近平现在的倒行逆势完全不满 对他处理香港问题的那种鲁莽的手法 在香港闯下了大祸 也处理中美关系的那种笨拙的手法 以至于贸易战全面开打 还有经济搞得一塌糊涂 而中共赵紫阳以来 8964以来可以说朱镕基是唯一或者是最懂经济的这样一位总理 前面的李鹏完全不懂 白痴 后面的温家宝稍微好一点 其他人可以说都是这个时候赶不上趟的人 李克强本来懂一些 至少比习近平懂 但是被习近平是剥夺大权 边缘化 李克强最近也强了 中国经济面临四大危机 还不是一大危机 所以跟这个王沪宁党媒宣传的什么 什么中国经济有韧性有底气 稳中向好 稳中有劲 完全相反的调子 都显示了高层的不仅是权力斗争 还有路线分歧 路线斗争 所以朱镕基的长子朱云来出来说这句话 我相信在相当程度上也代表了朱镕基对现在经济形势的一个表态 就是反对这种不懂经济 蛮干这种奴旗袖子 什么加油干这种蛮干的说法 真是吃饱了饭 没事干 然后就奴旗袖子加油干 在香港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最近搞了一个奇怪的提法 说她要批准用监狱的犯人来充当特殊警察 这个叫陈建署 香港监狱叫陈建署 说这些犯人可以担当特别任务的警察来保护所谓的政府建筑物 还担心押送犯人或者防暴这些工作 说她最快本周内会批准这些人担任特警 所以林郑月娥的提法一方面显示香港警队可能人手不如 但另一方面应该是中共的指示 因为这个可以说是完全违反人道人权和基本法治的 作为监狱中的犯人 第一 没有道德水准 他就是一个不过关 一般的刑事犯 再一个 他的行为是不是可控 这都是一个疑问 然后居然就把这些监狱中的犯人要调出来 直接充当所谓的警察还是特警 要看护所谓的政府建筑物 这非常的荒唐 但是中共这种做法是由来已久的 中共在监狱里不管是看守所还是监狱 还是以前的劳教厂 后来叫其他形形式式的戒毒所 甚至于集中营等等 所搞的一套就是发动犯人来帮中共做事 所谓要计分 要改造 然后可以减刑 其中干的事就是上网 当网军 当网上小粉红 当五毛党 然后来正表现 在网上翻墙 去攻击各种民主自由的言论 还有甚至就是把犯人组织起来去执行一些中共 这些所见不得人的超限战的一些手段 中共长期以来有这样的用法 现在居然在这种高度文明和法治的香港 居然出现了这样的举措 特首居然要宣布这样的举措 可以说是非议所思 回到美国 大家都很担心 关于香港的民主人权法案在众议院已经通过 为什么参议院一直没有排入表决 都怀疑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 因为他的太太是赵小兰 他们的家族服务公司在中国有大量的生意 是否中共给他们有压力 有私下的沟通 然后施压或者是利诱 让这个法案在参议院受阻 昨天参议院的共和党议员陆比奥发表推文 表示他跟麦康奈尔和其他议员开了一个闭门会议 说这件事有推进 有重大的推进 说渴望尽快让这个法案排上议事日程 麦康奈尔也同时做了个表示 他谴责了中共和中共的这些警察在香港的暴行 并且他说他跟行政当局是紧密合作 而且反对中共在中国和香港建立奥威尔市的这种事件 奥威尔就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笔下的动物龙庄1984 大洋国老大哥的监控无处不在这种事件 所以他用了一个奥威尔的说法 那麦康奈尔的最新表态是减少了人们的一些疑问 其实如果真正有这样的利益勾兑 而导致法案在参议院受阻 那将对麦康奈尔造起来可以说政治前途极为不利 因为现在众议院的一个委员会正在调查 这个家族跟中国有没有什么联系 或者是他们之间的利益有没有妨碍到公务 有没有利益冲突 所以我想这个时候如果麦康奈尔真要这么做的话 那将在美国可以说闯下大祸 给他们自己的家族 事实上我认为 关于香港的民主人权法案在美国不会受到阻碍 不仅在众议院可以说是全票通过了 在参院的通过迟早不会成问题 只是说文字上 版本上可能略有不同 因为这是一个强大的民意 朝野有志一统 部分党派 共和党 民主党都有志一统 立场高度一致 对付中共 还有行政当局 即便川普为了第一阶段协议 暂时有一些策略性的考虑 但是整个行政当局 包括国务院绝对不会放过中共 在香港的恶行恶状 所以最终关于香港的民主人权法案 通过众议院 通过参院 通过总统签署成为正式法案 应该不是问题 这可以说是民意所在 民心所向 美国毕竟是一个民主国家 所有的政治人物他都要遵从民意 所以这些事情还在国际上推进 而且美国跟中国之间 跟中共之间的这种工访 一直在进行 比如最近两天 前两天 美国的一艘军舰 一艘导弹巡洋舰再次的经过台湾海峡 外交辞令上是宣示印太地区的航行自由 但事实上就是警惕台海 拱卫台湾 因为中共有一个企图 习近平当局有个所谓的红色帝国的企图 以为先是要拿下香港一党专政 然后下一个目标是想拿下台湾 以为美国的军力不能够及时的支援台湾 中共可以造成既定事实 最近美国的议员获利就表示 如果中共以为可以攻打台湾造成既定事实的话 让国际社会来承认 所以不要忘了美国有预案 中共将面临一个巨大的战役 巨大的战役说得轻一点就是区域性冲突 区域性战争 说得大一点就是世界大战 那么在这种世界大战中 中共恐怕遭受自己的政权都会遭受烈点之灾 这是获利和参议员发出的一个警告 另外 美国的两位军方的最高首长现在都在亚太地去访问 一个是参谋长联席会议 主席米利上将 他是新上任 就到达了日本 在日本进行防务性的磋商 会台 会台的主要的指向都是指中共对亚洲地区的威胁 他说美国把亚太地区的防务放在首位 另外还有就是美国也是新任的国防部长埃博斯 他也在亚太地区访问 他要先后访问韩国 泰国 越南和菲律宾 这些国家可以说除了泰国 表面上跟美国 跟中国都有比较平衡的友好关系之外 但是泰国跟美国有军事协访 跟中国没有 那么韩国 菲律宾和越南跟中共之间都有问题 由于韩国部署了沙德反导系统 中韩关系一直趋于冷淡 一直处在低潮 而越南和菲律宾在南海跟中共处于对峙状态 所以美国国防部长的首行也是这个地区 显示对中共的围堵之势 说丝毫没有放松 所以美国在地区战略 军事战略上完全没有放松 现在的香港局势更加是一个可以说扣人心弦的重点 美国不会不密切的注视 而且会高度的关切 说到香港 还说到这个政法委 中共的这个政法委 王沪宁所主导的政法委 还曾经前两天发表一个罕见的语言 一方面附和《环球时报》制造假新闻 把这个10月11日发生在香港的交通警 抗争者的事件 说成是有人要多枪 然后检缩几秒钟的视频来宣示 然后在下面说了一句话 此事不开枪 要枪何用 要警察何用 说了这两句话 可谓是非常凶险的 也算是一种名言吧 如果解释这种名言 那我就给大家讲一个段子 让大家来理解 这个政治局长王沪宁 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 香港的光头警察 警察刘婶 还有亲共议员何君尧 这四个人又见面了 心心相惜 情意相投 谈得很好 正在谈的时候突然 光头警长一把抱住了王沪宁 摟住了王沪宁的脖子 王沪宁大喊说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我气都喘不过来 两脚乱蹬 连鞋都蹬掉了一只 然后胡锡进跟何俊尧大惊失色 说你翻开他 他可是政治局常委 是党和国家领导人 你怎么把他脖子给捞住了 王沪宁还在挣扎 胡锡进和何俊尧就试图上前救人 光头警长开枪了 光头警长开枪了 碰碰两声枪响 胡锡进服部中弹 当场倒地 流血倒地 那另一位何俊尧也中弹倒地 然后胡锡进送医重伤 打穿了干涸肾 然后光头警长就大喊对环球时报记者 说你们都拍了 你们都拍了视频 拍了相片 你们就放那几秒 就放我抱住王沪宁那几秒钟 就说他是要抢枪 你看他要抢枪要多枪 你想想 这种时候此事不开枪 更待何时 要枪何用 要警察何用 我今天就暂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收听 再见 关门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